初代印卡王大战二代印卡王 你觉得谁才是最强的游戏王 游戏背后有法老王助阵 但时代体内也有尤贝尔帮忙 两大挂老皆是火力全开 当奥西里斯的内奸龙将临时 排局的胜负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就在游城时代毕业之际 酷爱健美的初代游戏王小表带来了最终考验 在小表的引导下 时代抽出羽翼粒子球 游戏王的卡组骤然间与之呼应绽放异彩 时代只觉眼前一个魔魂 再次睁开眼时已是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地上被风卷来的海报提示着时间点 是小表拿到三幻神成为城市决斗的冠军之后 眼前的同事也是与未来并无二样 就在时代还处于震惊之中时 一个准备上学的中学生与他撞了个满怀 死子一头发拉至少得有三斤重 把头发梳成最会打牌的模样 时代明白了 自己的真正对手就是过去的小表 以粒子神为信物 二人的牌局就此展开 双方互相洗牌以示尊敬 触及小表的卡组的瞬间 时代就感觉到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 时代尴尬黑黑一笑掩饰了过去 面对三幻神 时代的压力巨大 你就庆幸小表使用的是王样的卡组 而不是中坑卡组吧 否则这局牌没那么轻松 生命值四千 打牌开始搞起吧 时代嘴快拿下先攻 起手一张融合魔法卡 把劳魔暴炎女郎和雨衣霞融合 融合召唤火焰一人 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从未见过的英雄怪兽让小表大胆有趣 抽卡 就这一手牌迎面已经有七成多了 手背表示召唤圣精灵 搭配速攻魔法次元魔法 把圣精灵作为祭品 从手牌里刻照不类妈香 你这牌算是洗了个寂寞 起手就是王牌 不过时代能真正与传说中的不类妈香对决 却是兴奋到尿不湿都差点湿了 小表挥手表示你兴奋得太早了 次元魔法的后续效果发动 破坏场上一只怪兽 小表捏拳表示我还没进攻呢 命令黑魔岛给予玩家直接伤害 休想得逞 陷阱卡攻击无力化发动 把黑魔岛的输出无效掉 小表淡定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这一波也把时代打醒了 中坑小表果然人如其名 带着人畜无害的表情做着最残忍的举动 不得不全力以赴了 抽卡 手背表示召唤强欲水炮侠 根据怪兽效果 几方场上不存在其他卡片时可以抽两张卡 来个死亡三连盖结束回合 小表一看就笑了 这个盖卡行为我熟啊 召唤没能脱下炮灰标签的炮灰箭矢 搭配魔法卡千本刀 当场上存在黑魔岛时可以破坏对手一只怪兽 如此一来时代场上就没有怪兽了 灰手发起强攻 黑魔岛率先出手 情急时刻陷阱卡英雄参见打开 特召手牌里的奥特曼上场 双方都是2500点弓 一波小事伸手下来双方生命值是一点都没掉 初代与二代的王牌怪兽第一次相遇 十代的回合 召唤卡片炮手 发动效果将卡组里三张卡送入 在这个回合攻击力提升1500点 再来一张装备魔法星宇之力 提升星宇霞800点攻击力 同时星宇霞在战斗中破坏对手怪兽的时候 会给予对方被破坏怪兽攻击力数值的伤害 二指缠一点发起了反击的号角 星宇霞扑向黑魔岛 天真 打开陷阱卡汉诺的崇高之力 实在慌了 攻击被反弹并破坏几方场上所有的怪兽 还好卡片炮手被破坏时可以从卡组抽一张卡 一发神抽后发动陷阱卡思雨重生 当自己的怪兽被破坏时可以破坏对手的一只怪兽 小表神色翼灵也打开了陷阱卡换位 把陷阱效果的对象改成炮灰箭矢 太残忍 这么几百集下来还是炮灰的命 根据死雨重生的后续效果 复活星宇霞 而且双方必须再进行一次战斗 双方同归于近 果然精彩 互相早就都猜到了对手的下一步行动 轮到小表的回合 召唤磁石战士Alpha 对玩家直接发起攻击 磁空剑即将砍下之际 时代利用墓地里的死灵守卫的效果 将其除外把攻击无效化 小表算是看明白了 对面那小子上个回合利用卡片炮手的效果 故意把死灵守卫放进墓地 墓地就是为了这一刻 确实挺强的 时代的回合 攻击表示召唤闪电侠 挥手发起反击 磁石战士瞬息间被闪电击溃 小表率先掉血 抽卡 特照疾风的暗黑骑士盖亚 这个怪在手牌里只有这张卡式可以不用祭品特照 发起进攻 盖亚一枪捅了闪电侠 不划算了 时代掉的血更多 压迫感瞬间就上来了 时代的回合 发动墓地里的死灵暗侠的效果 无需祭品特照手牌里的金刃侠 搭配装备魔法冲击弹射 此后金刃侠每破坏一只怪兽都能将对手卡组一张卡送入 终止一挥发起强攻 一拳导出击破疾风的暗黑骑士盖亚 小小伤害还不至于让小表伤惊动物 面无表情地舍弃一张卡片 小表的回合 来一张魔法卡天降宝杂 双方玩家将手牌抽到六张为止 接着特照棉花球 将其作为祭品 上级召唤不类妈香肝 时代又激动了 史上最美少女终于出现 小表表示你开心得太早了 由于目的里存在不类妈香 所以不类妈香肝的攻击力提升300点 冷酷无情发起进攻 时代大喊不可能 我的金刃侠攻击力可是有2600呀 但那黑魔导少女依旧攻击过来 就在时代大胆不解之际 基尔法恶魔一个瞬移求进驻金刃侠 小表利用刚刚的装备卡 冲击弹射的效果 故意把这张卡送幕 送幕后这个怪会变成 装备卡降低对手怪兽500点攻 金刃侠果然还是被灭掉 时代又被上了一课 发动冲击弹射的另一个效果 这张卡进入目的时 双方玩家都能抽一张卡 轮到小表来的死亡三连带结束回合 小表的淡定如老狗 让时代的冷汗狂猛 我别听着 尤贝尔这句话让时代心中一颤 拍局前小表就跟他说过一样的话 三年的战斗早已让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想不通的时代与小表正好四目相对 双方相视一笑 排局打着打着变得太过严肃 笑声过后时代有些明白了 他是游戏王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王者 一路走来如同孤胆英雄身边基本都是凡骨仔 历经磨难让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 天真烂漫的时代不再笑了 除了想要打败对手之外 他基本感受不到打牌的乐趣 他明白了 这就是自己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 未来的小表让他进行这一场决斗 就是要让他重获出心 再次开心纯粹的打牌 全力以赴吧 骚年 抽卡 是羽翼粒子神 好家伙 你清一色的魔法卡是要添糊啊 先来一张永续魔法卡英雄协会 当双方玩家卡组上第一张 如果是战士族怪兽的话 就能将那张卡加入手牌 否则就送进目的 可惜抽到了严氏族的大地严蜀 无所谓 搭配另一张速攻魔法卡鞭马转换 将大地严蜀改成战士族救世了 想都别想 发动陷阱卡精灵之境 将鞭马转换的效果封印在镜子里 无奈时代只能亏了两张卡舍弃大地严蜀 小表抽到的内奸龙也不是战士族必须舍弃 时代继续操作 发动第三张魔法卡压空间战斗 效果是双方玩家从卡组里选择三张怪兽卡 按顺序一张一张出示对比攻击力 如果几方的攻击力低的话 就要受到500点伤害 并将低弓怪兽送进目的 攻击力高的那只则可以加入手牌 小表举起的这三张卡让人看了瑟瑟发抖 反观时代的则都是低弓怪 这是什么套路 自己给自己削减了1500点血 而且三只怪都进了目的 小表则是三张卡都加入手牌 时代继续操作 发动魔法卡奇迹融合 将墓地里的火焰一人和闪电侠除外 融合召唤闪光火焰一侠 墓地里每存在一只英雄怪兽闪异的攻击力 就会提升300点 4300点攻凶是不赖 还没完 再来一张魔法卡奇迹接触 从墓地里把星雨霞 大地岩鼠和火焰甲虫返回卡组 并进行三重接触融合 搭配场地魔法卡星雨震 将熔岩星雨霞的攻击力提升500点 接着是其自身效果 场上每存在一张卡攻击力 还会提升400点 笑晕了 不愧是重坑之王 一边赞赏对手的攻击力好强 挥手间就送出一张魔法筒 熔岩星雨霞的输出被反射了回去 千军一发之际 时代赶紧来一张速攻魔法接触分离 通过解除融合状态来躲过这一波反攻 接着是闪意的输出 这一波如果打中小表就真的输了 打开陷阱卡黑魔族复活之关 在对手召唤怪兽的时候 将对方的一只召唤怪兽和自己的不类妈相干作为祭品 让墓地里一只魔法失足怪兽复活 时代以为法老王要复活黑魔导 不 在这个瞬间 王样要使用此前被封印在镜子里的编码转换的效果 将墓地里的某个神明更改成黑魔族 时代捏紧拳头 此生能有机会和神明对决让他激动万分 一个是全系列游戏王人气最高的法老王 一个是二代最有实力的主角 谁输谁赢都有人会反对 所以作者干脆就此留下了悬念 没有明确给出结果 光看时代最后前半句的话是他输了 但是后半句又是他每次打赢时会说的口头禅 作者这个老六依旧给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答案 最终时代带着这只名叫法老王的猫与大德斯老师踏上新的旅程 衷心希望时代未来能一直快乐下去